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大概讲述的内容是指CDC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 批准了对5岁12岁甚至5岁以下孩子们 使用有关疫苗的问题 当然这里面会有一些数据基础在里头 就是你为什么给孩子使用疫苗 你必须是有益的 这篇文章他讲述的概念 他里面引用了一些专家的话 他们认为疾病控制中心在有关承认自然免疫力 远远比打针要强很多 更具保护性的背景之下 他们依然在大肆宣传 在重症和加护病房当中 对未接种疫苗的孩子来说 是还是具有极其危险的这种说法 那这里面就一个很大的疑问在里头 就是说 目前习变种病毒呢 它的速度飞快 影响的也非常大 它产生的实际效果就是自然免疫力 其实习变种是这个 但是在疫苗本身上 却远远不具备自然免疫力 所产生的保护效果 也就是说 它进行过感染 感染之后才没有了 它大概探讨内容是这些 也就讲说 美国CDC 承认了自然免疫力的 它的超然的那种自然性 就是它的可笑性跟保护性 但是它却还在强迫 就加大力度宣传 让孩子们去打针 它提出的质疑是这个问题 我跟大家刚才也解释了 Just the News的文章呢 它太细腻了 太细腻了 所以我看起来就比较费劲 所以我这里声明 跟大家介绍的有这篇文章 你真想了解对孩子的影响 就到Just the News去找 因为我看过之后呢 我只能说我要尊重原文 不能以我刚才说的为准 但确实是有这么个讨论 原因就是它写的文章太详细了 我自己看着 因为确实咱们对于学医本身来讲 医术本身来讲 我不是很那个 所以这就难上加难了 所以咱们做一个声明 我想跟大家 但这件事情 我相信很多朋友关心 因为家里都有孩子 那孩子们接触疫苗呢 那你是做家长 大家都会 所以我就等于是给大家提供这么个渠道 准确的是您自己 去看它的英文原文 它的介绍来处 自然免疫力 自然的病毒免疫力 广泛持久 那而对于那些发病风险最低的群落 还要获得疫苗 甚至获得第三针 他说这个是对他们健康要如何 所以他有提出来 一句话 一个最低感染疾病的风险的环境 你不应该再强调疫苗 其实他有这个含义在里头 但你又强调疫苗 可能对他们自然免疫力 就完全忽视了 疾病控制中心 谈到了这个问题 因为正在研究的 未能显示出 疫苗本身再有 就是特别的 疫苗本身 就有特别的功效 特别是在儿童方面 然后提到说 跟他自己社交媒体 团队存在裂痕 就是在有关疫苗跟第三针的问题上 引用的资料是每周的死亡报告 上周发现呢 如果三角洲病毒 就是印度变种病毒 还占主导的话 那康复最近的疫苗可能 就是疫苗的作用可能会比较大 就我理解是这样 疫苗作用大 引用了南加州大学的教授 然后就说报告终于承认 在The Hill 国会山庄报 许多人的怀疑 自然免疫力 对人的保护 具有极其出色的这种效果 甚至包括对印度变种病毒 三角洲变种病毒 改善了模式 自然感染后改善了保护模式 那它相对的效果要好很多 而疫苗本身 只针对病毒的尖锋蛋白 它的单一性小 它这些都是道理了 FBI 联邦调查局 不是 应该是CBC 应该是药品监管局 是时候应该更新 政府在有关疫苗政策上 和学校相关的 相关要求上 调管上要进行调整 其实意思就是说 他们提出的概念就是 不能现在以强迫疫苗 再以疫苗概念 打针的概念为主导 但他们说了不算 他们是一个 他们就是一个医生嘛 他们是医生了 药品监管局里面就 他就说在推特上 他们曾经发布过一些消息 然后在这种消息中说 得了病毒 又接种疫苗人 你不打第三针 依然很脆弱 所以他们认为这是欺诈 这是不对的 在误导 但这个话 加拿大的首席医疗官也这么说 两针不管用 你得打三针 没有任何人提自然免疫 你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环境吧 就是大家 我觉得就像刚才 我们跟大家分享那个概念 说你不能科学 只有科学家去引导 只有科学家才有资格讨论科学 那我们都是被你认认宰割的臭肉 那是啊 真正误导推文 斯坦福大教授提到了 疾病控制中心 在有关严重的儿科冠状病毒研究描绘上 具有严重的误导性 时间1月31号 大多数儿童 批准大多数儿童接种疫苗前 有2000多名儿童住院 三分之一的人是ICU 装了呼吸机 所以推荐五岁以上 或者要打第三针 是这么个推荐 这种推荐到处都是 你现在看到的宣传 政府的广告 其实都是什么推荐 但他就提出了 这个人提出了很大的质疑 然后就提 儿童严重病毒的风险因素当中的连接 然后谈到了一些监控的数据 然后下面就谈到了使用呼吸机的儿童比例 他说其实主要是那些风险比较高的儿童 他们才被确定为是疫苗受益者 他这里再次提到了 什么叫风险高 那些儿童本身患有慢性肺炎 神经性系统疾病 或者气道异常的疾病 还是病发症 所以他这里提到 就是说你不能把那些ICU的病人 他的状况就直接确定每一个小孩都得打针 而他的状况是这个原因 不是病毒本身 你看他上了呼吸机了 而我们听到都是这个 所以这 我就跟大家介绍 他的主要骂他误导的原因是在这 那朋友们去看你有孩子 你关心这个 就Just the News 你找到CDC的文章就可以了 我们科学在杀人 科学在大规模的伤害人 也可能他们试验需要吧 感谢朋友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